今天介绍的这幅画,名叫《暴情山游图》,是明末清初《新安四家之一》扎世彪的作品。 他出生于1615年的安徽修宁,一户名门望族,自小家境优渥,饱读诗书,家中收藏了大量的图书古董和名人字迹,二十几岁就中了秀才。 然而,1644年,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,明朝灭亡,清朝建立,步入中年的他不想服于清朝,于是避世于新安,浪迹于天涯。 好了,回来仔细聊这幅画。 这幅画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,是一幅平原山水的构图古画,高26厘米,长130厘米。 卷轴的右边和中部是绵延的小舟岛屿,左边是大山底部,中部的小舟中有茂盛的大树耸立,画两边的树相对小,但是依旧在同一平面视角里。 画家的笔法苍润宝盒,用披麻村,折袋村,把山坡浅滩的地势走向很自然地连接起来。 从观赏者的角度看,从近山平视便可见到远山,平视近处远处的山水,似乎近在咫尺,又似乎远在天涯。 这幅画的人物重点有两处,一处是居中偏幼的一座简单小茅屋里的影视高人,他盘腿侧坐,凝绳进气,坐看云起云书。 另一处人物偏左,是主仆两人,长者住着长丈徐行,观看左边山脚的瀑布,他的仆人抱着古琴随行。 山脚的草木也蒸容茂盛,并有如彩虹的小桥流水,影线的村落点缀。 这幅画作于乙卯年,作者十年六十一岁,画的边角处有二沾白纹方印,靖堂鉴赏,前世鉴赏等等。 扎世彪的字画,诗成董奇昌。 后来也学过尼赞、米芙、黄公望、沈舟等人作画。 他的画作多为仿效名人不同风格的作品。 笔法、神似,但是自我创新不足。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,他的画风多样,面貌不易。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一些其他作品。 回顾头来,再看爆情山幽图,让人感觉仿效了董奇昌,秀润高滑的墨法。 粗广、爽朗。 有人评价扎世彪的画到了晚年,直愧原人之傲。 联想到原青瓜大屏上粗广大气的蓝色笔触,这幅画的确有点那意思。 他字号揽标,白天睡觉,晚上作画,不求文达,一世之外山水而已。 八十余,尚童眼,这里应该是说,他到老依旧兴兴兴开朗,像孩童般爽朗开怀。 83岁善终,历经明清两朝,家里得很有矿,才可以过得如此自在。 好了,今天的名人画就介绍到这儿,欢迎大家来狂龙gallery.com选购您喜欢的艺术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